油品问题也让许多民众忙着要来退换货 卖场赶紧把问题有给下架 只是现在卖场就痛批说 政府根本就是多头马车 因为卫福部跟地方卫生局的讯息可能不一致 有时候产品下架 接着又通知说不用下架 甚至要看新闻才知道到底什么要下架 什么不用下架 痛批政府无能 让业者无所适从引发争议 而卫福部呢强调会改进 一下下架一下上架 今日来陆续传输问题油品 卖上员工忙得不得了 因为到底该什么油下架 竟然没有转折 下架回收东西来发动 是厂商来发动 还是政府来发动 还是地方的卫生局可以来发动 这个东西是应该很明确 业者喊约哪管由该下架 卫福部或地方卫生局根本没统一公告知 能跟着媒体做事 早上打开来早上凌晨 要看一下新闻是 又有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要做下架的动作 这是我们希望说政府 针对下架回收 特别是对回收这件事情 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定义 业者之一 政府当局多头马车 不过卫福部表示 台湾若发生食品需要下架 通常先用中央的卫生福利部 提出相关食品问题项目 交由地方卫生局搜查资料 提供食品检体给卫福部 最后中央统整各地讯息后 会判定合格与否 再让地方卫生局判断 是否下架 最后采用电话 Email或公文通知漫长 不是由中央统一 导致各县市卫生局 针对下架与否的标准 可能不一 通过业者会从报章媒体上 看到哪些是合格不合格 他们就会启动 这个所谓的下架的程序 但是卫生局 拿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 随时要通知这些业者的部分 使有一些时间差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未来会来改进 引发争议 卫福部强调 已经在严密跨县市 横向连接合作管理 并加速通报系统 避免资讯混乱 让实案问题风暴 继续扩大 记者陈军杰 录影台北相报道